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今天延续到花莲展开所谓的破冰之旅吗 也各界紧盯的就是他跟立委傅昆奇同框 会插出什么样的政治火花 虽然最后的傅昆奇有牵着他的手 表达支持党籍参选人 但双方一连串的互动明显偏冷 也让这次的融化冰山之行成效有待观察 双手警务不到一秒钟 立委傅昆奇就放手转身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拜访花莲宪和党部被外界示威要和傅昆奇破冰 但两人热度看起来并不高 日前才因为黑金选策会风波 侯友宜与傅昆奇关系交到冰点 侯友宜这趟破冰融冰做主礼数 其实副委员是在花莲宪 不但担任县长也担任过立委 对花莲宪的县员就是一个秘密 我们都是国民党的 我们都会去团结面对 想打破布和传闻 侯友宜强调要团结努力 可另一头傅昆奇看起来心结似乎还未完结 侯友宜 动算 侯友宜 动算 直见众人高喊动算 但只有傅昆奇嘴巴几乎没张开 这动算喊得不怎么肯定 侯友宜也笑得有些尴尬 同意几位 侯市长来加油好不好 好 两人现场互动 冰没融得那么快 最后傅昆奇释出善意 公开喊出支持侯友宜 欢喝尴尬又微妙的氛围 华联县向来是国民党铁票仓 但这次有郭台铭参战 7月时傅昆奇和华联县长徐珍卫 还与郭台铭同框 侯友宜逃不到便宜 只能从退党的华联县议长张俊下手 张俊公开力挺侯友宜 但也希望侯柯能合作 侯友宜这趟华联裤装行 和傅昆奇高来高去 冰最后有没有融化 也只能各自解读 记者综合报道